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用豆芽分享一道家常小菜 将洗好的豆芽放入碗中备用 再把大蒜先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小米椒 切成小圈 装入碗中备用 最后再准备适量的小葱 切成葱末 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3勺白醋 一勺生抽 花椒粒一小勺 锅中倒油 放入花椒粒小米椒圈 翻炒出香味 倒入豆芽 翻炒2分钟 炒至豆芽断生 加入生抽 再加入白醋 再加入白醋 继续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适量的盐 最后倒入蒜末 葱末 翻炒30秒就可以了 盛在盘中 加长小菜就做好了 酸辣爽口 几分钟就可以做好 做法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 也来试试吧 我是小美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小美食宣定期分享美食 谢谢您的支持